单身了三十年的男人 才刚刚有了女朋友 又被突然出现的初恋勾走了魂 再次见到阮玉宝的时候 阿虫已经从一个无业游民 变成了正式的舞座 而阮玉宝却成了官老爷的小老婆 在观音庙前被官夫人侮辱了一番 阿虫便挺身而出 替玉宝把她对了一顿 也间接地告诉了她 自己已经是提点刑御司的徒弟 你这么关心我 我很感激你 但是说到底 我还是官家的人 我相信我对大姐好 她一定会了解的 这一番话让阿虫 从内心深处认为阮玉宝是个好人 这天阮玉宝和如梦一起 筹剑的孤儿院出了命案 一位建筑工死在了河边 阿虫看到阮玉宝也在此地 便想着好好表现一番 子者人称霍牙七 在外欠下了不少赌债 甚至被人赌在家门口逼债 所以五块认为 他是走投无路才投何自尽 占卜头便让手下去调查 和霍牙七有钱财往来的人 而阿虫则是开始验尸 初步检验后发现他确实是溺亡的 只是头上的伤痕有些可疑 需要将尸体带回去赴验 验尸房里捕快们也调查完回来了 霍牙七所有的债主都不知他已经出事了 而斩劫在他的家中发现了一个金链子 大约价值无两 而霍牙七欠下了八十两赌债 对还债帮助不大 但阿虫此刻却肯定霍牙七不是自杀 因为他自己也是个赌徒 赌徒有一句格言叫有赌未为书 就算剩下五文钱也想一把犯身 所以他怎么也不会想死的 于是众人又来到案发现场 阿虫发现河中的石头都很光滑 霍牙七头上的伤痕 却是尖锐硬物造成的 所以可能是被人在岸上打伤 然后推下水的 阿虫建议众人去上游搜查 发现了一片混乱的脚印 可能就是案发现场 顺着脚印看去 地上有一个洞 地旁的石头正好可以放进去 而那石头上还留有血迹 这点应该是凶器 加上地上那么多脚印 陈金应该在这里跟人打斗 被人打伤了 然后推下水淹死的 你认为是不是师父 宋慈肯定了阿虫的推断 斩捕头便带人去搜捕凶手 吃瓜群众中却有一人很不对劲 宋慈发现他的手上有个牙印 便让捕快将他抓住 回到牙门后 那人果然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而宋慈之所以那么确定 是因为他手上的牙印少了一颗牙 而那灰牙七之所以有这个称呼 就是因为缺了一颗牙 阿虫这次的表现也让宋慈很满意 破天荒地夸了他一次 此时纪大人却带来了一个坏消息 江州发生了一件大案 有25人同一时间死亡 表面上看是病死 但未曾找到源头 而且人数太多 所以江州的支州想让宋慈去查明 因为这涉及了温病 所以宋慈便带上明书一同前往 这段时间 松山县就靠阿虫独挡一面了 可他这边刚把宋慈和明书送上船 斩劫就跑了过来 宋大哥的 是要船走了 大事不妙 谁不是啊 有命案 不会这么巧吧 更巧的是死者竟是阿虫出恋情人 阮玉宝的像公关老爷 阿虫赶到时 发现他口吐白沫 浑身赤裸躺在床上 显然是刚死了不久 浑身都是软的 只有被挡住的地方是硬的 死去一个时辰 仍然保持男性精确旺盛的状态 所以阿虫初步断定他适应 马上疯而死